今年的金曲奖要有新的看点了 艺人周杰伦要向她的好友江慧致敬 在典礼上她要弹奏江慧的名曲 那么除此之外呢 今年连开九场演唱会的张慧妹 入围了今年的最佳女歌手 张慧妹放话说自己是最会唱的 创作才子周杰伦穿着一身红色净装 魅力hold住全场 不过更惊人的是 她竟然可以在琴键上转动着握在手中的苹果 弹奏出美妙旋律 简直神乎奇迹 说到周董的高超琴技 今年的金曲奖上 她要表演的是这一首 没有错就是江慧的经典名曲 周董和二姐江慧有好交情 所以周董打算在金曲奖上弹奏献上这首歌 像好友也是金曲歌后的江慧之境 歌坛天王要弹琴 天后当然也不会让她一枝独秀 放话要攻占金曲的就是今年连开九场演唱会的阿妹 在舞台上她气势磅礴 今年也入围金曲 要和沐文蔚和阿令来搅筑歌后 而且阿妹还放话说 就算没有拿到最佳女歌手 自己还是最会唱的 显然相当有自信 不管是周董要献祭 还是阿妹要力拼强敌 相信都为今年的金曲奖 增添不少话题和收视率 记者李维哲台北综合报道